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后连环杀手落网 厕所女士案出现一案双胸 为还儿子清白 他们四处奔波 迟到18年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走进门的 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建平和他的同事 今天他们来呼格极乐图家送一份迟到18年的判决书 本院审理认为 他肯判决认定呼格极乐图犯 故意杀人流氓罪的事实不刑 证据不足 相告呼格极乐图无罪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2014年12月15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给呼格极乐图的家人送达了一份再审判决书 判决呼格极乐图无罪 这就意味着18年前 那个因为流氓罪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并被立即执行的 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的年轻人 终于等到了一个迟到的清白 这18年当中 呼格极乐图的家人天天都在等着这样一份判决书 这18年当中 每一个夜晚对于这一家人来讲 都是那么的漫长 在那些不眠之夜 尚爱云经常会站在窗前想儿子 呼格极乐图离开人世的那年刚满18岁 在尚爱云的眼里 他还是孩子 这是两岁的时候 这是老二 这是老大 这是老三 这是熟 他从小就找到 特三啊特鬼情 呼格极乐图家里排行老二 兄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爸爸李三人取的 作为父母 他们不曾想到 二儿子还没有看到前途与希望 在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 为呼格极乐图的生命画上句号的 是判他犯有流氓罪和杀人罪的两份判决书 出审法院认定 在1996年4月9日晚 呼格极乐图到内蒙古第一茅房厂家属区内的一个厕所里 对一名女青年流氓猥亵 并采取漏报 无罪 恶警等暴力手段 最终导致女青年窒息死亡 判决呼格极乐图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犯流氓罪判处五年有机徒刑 决定执行死刑 终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1996年4月9日当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让呼格极乐图含冤18年呢 关于当晚的事情 李三人与尚爱云 是在案发后第二天才知道的 第二天的时候 八点半快九点那月 叶峰回来了 叶峰回来就是阿姨出事了 严峰是呼格极乐图最好的朋友 两人曾经都是呼和浩特使券 烟厂的临时工 初时那晚 他们都在上班 在三班岛的工作制里 那天他们上的是中班 从下午15点上到凌晨下班 到了晚上19点多 两人商量好出去吃饭 一人就喝了二两 二两百九 对 按照单位规定 吃饭时是不能喝酒的 然后吃完饭就从饭馆出来 到了烟厂门口了 我跟他说 让他去买几块泡泡糖 追追酒味 时间不长 呼格极乐图带着泡泡糖 回到车间 我们俩分开就是十分钟左右 我给了我几块泡泡糖 然后他就回他那个车床了 过了不大一会 他又翻过来 翻过来就叫我 叫我跟他出去 我说 干啥去 他说 别问了 出事了 呼格极乐图带着延峰 来到了内蒙古第一毛房厂宿舍区 57栋楼旁边的一个汉侧 1996年 在西林郭勒南路 与厄尔多斯大街路口 西南角是呼和浩特卷烟厂 东北角的大片平房 是内蒙古第一毛房厂宿舍区 呼格的家就住在这里 那个汉侧就在呼格家附近 与烟厂的距离也不过三四百米 原来这都是什么样的吗 这那都是平房 而且这条路是土 而且特别小 现在还有什么没有变的东西吗 没变的 这种楼房在 当然这个厕所就应该在这个车 车这边 车的那个后 对 在后来对外公开的案卷中可以看到 当年的厕所是砖瓦雷气的 然后到了这儿了 他就跟我说 刚才回家取钥匙了 听见这个女厕所里面有人喊 所以里面肯定出事 然后里面黑的 我就喊完两早的 里面有个洞子 然后就拿大火机变 然后就看见有个国旗女士 在这个海墙上喊 然后里面打火机 俩人转身就跑 大概有四五个洞位 应该是最后一个 跟倒是第二个 这边不是有隔墙 应该是在那 在那 离开现场 呼格主张要去报案 然后 这儿有个柵狼 我们俩就翻过柵狼 就去了治安岗 他进治安岗 就拉那个警察 呼格不知道 自己的一次报警行为 竟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两人报案后 回到卷烟厂继续上班 当时大约是二十一点 一个小时后 一辆警车开进了卷烟厂 只有十八岁的呼格吉乐图 与延峰 被带到了新城区公安分局的审讯室 问到十二点 十二点多的时候 我就听见呼格吉乐图那屋 发出桌椅 剧烈挪动的声音 然后 又听见呼格吉乐图 痛苦喊叫的声音 就是 啊啊那种的 那一晚 警察向延峰反复了解了 发现尸体前后的经过 以及呼格吉乐图的活动时间 案发第二天的早晨 延峰被警察放了出来 临走前 办案警察把他带到 隔壁的领导那里 做最后的请示 问一下 看是把我放走呀 还是再继续问问我 然后那个警察 开门的一瞬间 我就看见呼格吉乐图 让被靠在暖气管子上 头上呆的摩托车头盔 听到严峰的这些叙述 呼格吉乐图的父母明白 儿子已经被当作了杀人嫌犯 在家人的眼里 呼格吉乐图是个内向的孩子 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1996年4月9日以后 李三仁尚爱云 再没见到过儿子的微笑 案发以后的那几天 他们曾去公安局 试图跟警察解释 儿子不是那样的人 可当时的办案警察 却是这么说的 李三仁尔队 你的儿子承认了 这是你儿子的口供 就反起那个字了 花花字中反 上头写的字 有 这不是有你儿子按的手印 我说既然你说我儿子承认 拿过你口供 我看一看 他这个东西 不用去看看 李三仁和尚爱云不明白 儿子呼格吉乐图 怎么就成了杀人犯 他究竟做了什么 案发11天后 他们从呼和浩特晚报上 找到了答案 1996年4月20日 报上刊登了题为 四九女士案侦破计的文章 文中写道 呼格吉乐图交代 我成天昏地暗 便溜进了公共女厕所 哀门的第一个蹲坑 假装大便 实际上是企图强奸禁策的女人 大约8点半钟 见一个女的走进来 她蹲在了靠里一点的东坑上 我便朝她扑过去 是用一只胳膊 将她的脖子掳住 怕她喊 用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 没想到她没吭声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 报纸铺天盖里的在呼和浩特事 我上厕所都看着 报纸中言之凿凿 全呼和浩特人都知道了 凶手是呼格吉乐图 可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 报道中透露出一些信息 马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 他的心扉打开了一扇窗户 心情豁然开朗了 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知道女厕所内有女士 文章表明 这供词是熬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才获得的 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信 案发进一个月后老两口知道了呼格开庭的时间 5月23号中约开庭的时候 瘦的一件 还是野场穿的一个半袖 半袖 黄的黄颜色的半袖 还是外界给披了一个罐子 还是瘦的一件 小小小 妈妈尚爱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二儿子呼格极乐图身上 他几乎还没来得及注意到控辩双方以及法官都说过什么 庭审就结束了 用时仅一个小时 休天宅休了个三四分钟 就是出来就直接就学盼了事情 问我儿子上诉吧 说的那两句话挺亮的 我儿子就听见我儿子上 上就这么一句话 您觉得儿子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儿子上诉那句话说的特亮 我就感觉我儿子冤枉的 他说的那句话特亮 后来小伯后就 近十年后 尚爱云和老伴才看到这份初审判决书 法院认定的事实 与呼和浩特晚报中描述的情节差不多 十三天后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下达 维持原判 尚爱云能再次见到儿子 也是听说来的消息 算上四月九日案发当天 到六月十日一共只有六十二天 呼和极乐图就要面临人生的终点 严打斗争开展以来 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了集中打击 1996年4月全国严打斗争开始 呼和案的法律程序推进如此之快 与当时的从严从重从快的形势不无关系 六月十日一早 山爱云赶到了看守所 我就早点去了站到那个大蒙那个进街头了 二日 第一个头头也不抬 就那车号就这么弄整个座的 后来我就要往国走 我就往街虫嘛 往国跑 一个警察拦住说你要干啥 我说那个车里头第一个是我的二日 然后我要最后一面 我要过跟我的二日说话 二日一货的车号停进了 就吵起头了 一货不头吵起来 看见我就开始哭嘛 他就是泪呀妈妈 不停地往下流这车号做的哭 警车拉着呼格吉勒图和其他几名犯人 去了乌兰加特大剧院 在那召开公审大会 我就后来又上了楼梯就站在那 我就开始站在那就抖嘛 抓住两个楼梯那个 抖着我就哭 玩着也哭 哭到最后 看见我哭到最后 就扭过头就走了 给了我个后悖 就不让我看他的力量 给了我个后悖绕过那一半了 一旦就这个功夫也要 喊着脚 把罪犯押上来开 雪盘大会 停里开完雪盘完大会 拉着那个知性 那个实性 而且到了 只能在梦里 这梦节他还是小的时候 那种的模样 还是那么高兴的玩耍的那种的模样 啥是去了 密不破坏了 一条人命失去了 永远永远 密不破坏了 太痛苦了 呼阁极乐图离世后 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 先后办理了病退手续 丧子之痛让他们无法正常工作 不知道的人就自自叠叠要说 他家的二小子流氓杀人就是这话 那个时候那个流氓罪真的特难听 真的压得你真的喘过气了 随着严打斗争的结束 呼格吉乐图与厕所女士案的话题 也渐渐消逆于呼和浩特市的街头巷尾 同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 无罪推定重证据亲口供等司法原则 被写入了法律 真凶健身老两口踏上申诉之路 一份内参呼格案能否封回 回路转 迟到18年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陈卫中教授 陈教授您好 您好 跟漫长的18年的等待相比 当初这个案子的审理时间倒是非常的快 从案发当天到最后呼格吉乐图被判处死刑 并且执行总共62天的时间 为什么在当年会审起来这么快 我们国家从83年第一次严打到96年第二次严打 那么在严打的过程中强调的就是从中从快 那么忽略了这种诉讼程序对于被告人这种权利的保障 我们国家公协法三机关的关系 在宪法在刑事受伤法这个明确的规定 就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 问题在于在执行过程中 特别是遇到这样的治安行事不好的情况下 那么在严打这样的一种态势下 三机关往往就演变成了制约不足 配合有余 这个案子快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国家从1980年就开始的 关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 就把它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法院 就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任何一个涉及到死刑的案件 既是二审程序又是死刑复合程序 二者合二为一了 如果是当时97年 这个新的刑诉法实施之后 再来审理呼克吉乐图的案子 和用79年的刑诉法 会有不一样吗 会有不一样 但是会不会一定不出错 这还两说 因为修改后的刑诉法 法律条文增加了 体系完备了 那么对于我们司法人员 收集证据 审查判断证据 这种要求提高了 但是 如果你们有先进的司法理念 再好的制度 在你那儿 也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回到呼克吉乐图这个案子审理的年代 哪怕法律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备的时候 只要责任心在 其实错案也应该不会出现 甚至没有法律规定 让你来断断这个案子 它是不是凶手 你也应该有一杆证 每一个司法人员 你的执法 关乎到 一个生命 关乎到一个家庭 错了案子 可能在你这一生中 办案中 只是微微其微 百分之零点一 但是对一个家庭 一个人来说 那就是百分之百 日子偷偷地从李三仁上爱云身边溜走了九年 在那九年里 疾病缠身的老两口 不相信儿子会是流氓杀人犯 也没任何证据 让他们辩驳 这个看似铁一般的事实 直到儿子死后第九年 一位邻居造访呼格家 当时李三仁刚刚做完胆结石手术不到三天 他就抓铁 下午 十五点钟 带着来的装饰 带着教练的手靠 鸽子不搭 披这个 披这个石码衣服 灭衣服 那一只 从这个差数家自让了 叫他带着来了 2005年10月 内蒙古第一茅房厂宿舍区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李三仁上爱云家的老邻居们 依旧记得那座厕所里曾经发生过命案 也记得李三仁家的老二为此丢了命 这位看车棚的大爷就是那天的见证者 至今他还记忆犹新 看下那个 就那个树底下 就那个大树 下午可能也就是四五点钟 警察拿别包车 警车是吧 拉来的 小哥哥挺瘦的 他们说是那年作案的那个人 拉来 指认现场的 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您当时觉得 我问了 就说是 就那年发生的杀人的事情 老大爷说 一看到那个重刑犯 他就想起了以前的案子 您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不敢读 说明有五十年以后 五十年了 这五十年当中 在那发生的杀人案有几起 好像就一起 像这样的目击者 李三仁和尚爱云找到了两三位 老两口觉得 给儿子讨个说法的时候 到了 陈雄已经逮住了 花花的证人指定了这个地方 是他所做的 我说我有两年 这个管事打下了 不想一顾叫我走了九年的管事 太漫长了 这次人生有几个九年等等 面对他们的申诉 各部门最初表示无可奈何 但也有好心人 为他们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也许能帮助他们 你去新华社找一个 叫个陈雞 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反而发生于这个 陈雞只有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知道 汤继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资深记者 业务范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公检法的报道 2005年 汤继 年居年居知天命 在办公室 他接待了李三仁和尚爱云 我觉得我首先给你核实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 有 咱们再考虑 汤继深知责任重大 他首先要向有关人员核实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说 你们那儿 说是成了一个专案组 抓住一个连环杀手 他说 是啊 抓住了 说 11月23号抓住 我说是不是他交代那个 是毛坊大院那个厕所的命案 是他交代出来 说是啊 他交代出来 连环杀人犯叫赵志弘 从2005年2月25日开始 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 他在乌兰查布市 连续做了三起强奸杀人案 为了找到他 公安部挂牌督办此案 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画像专家 都赶往内蒙古自治区协助调查 2005年10月23日 赵志弘落网 谁都没有想到 他一口气交代了20多起恶性案件 包括强奸 抢劫 盗窃 以及杀人案 紧命案就有10起 其中他交代 1996年4-5月份 他曾在呼和浩特市 塞罕区的一个汉策内 强奸杀害过一名年轻女性 这让审讯人员吃惊不小 赵志弘 始终就承认这个案子是他做的 我们也相信这个案子是他做的 因为他交代的那些情景 有些密点 外人是不知道的 专案组多名成员向汤济证实了这些情况 康十八周 就逼掉了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新的凶手出来了 是吧 那这个孩子就可能冤死了 人命关天 所以说咱们记者笔下去就有人命关天 这个责任性 我觉得 这个战胜的一切 他决定要行使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职责 内蒙古裔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这是汤济关于呼格极乐图案的第一份内参 汤济没想到 从这篇报道开始 他走上了一条漫漫征途 从此 他与呼格极乐图这个名字再也无法分开 在新华社记者汤济发过内参之后 2006年内蒙古公安厅政法委就组织专家和行政人员 对呼格极乐图的案子进行了复查 当时他们就作出结论 这应该是一个错案 不过这只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结论 最终还是要等到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后 做出一个无罪的判决 很多人认为这个无罪判决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了 但是没想到这一等68年 一直到2014年的12月15日 呼格极乐图的家人才拿到这份无罪判决书 那么在这八年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明天我们将和您一起继续关注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来到现场参与我们的讨论 谢谢 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号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